低金万古三生时 谁是千年不老人 来青元山寻访一段不老的传说 一夜 以花 一时 一山门 青牛西去 子其东来 老子的智慧由这里传承 于是我便登上青元山 向老君言相求得智慧 学会面对生活中的失去和求不得 老君背凭青山 面含笑容 仿佛世间尘世 对老子来说都只是过往云烟 继续前行至南台岩 当壮丽的山海风光出现在眼前 泉州的城市脉络被尽收眼底 山间微风吹过 身上的浮躁被褪去 只留下心理的清泥 此刻我终于知道 城市间的喧嚣都是因为人心 心境如何 处境便如何